大家好,我是木卫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屌丝男和杀手交换人生 于是逆袭成了高富帅的故事 阿诚是个准备自杀的失忆青年 在他咬咬牙狠狠心 准备脚翼灯吊死自己的时候 房东大妈温柔和煦地问候 忽然传入他耳中 说是怕他饿着给他做了半面 一心求死的阿诚被房东的关心感动得无以复加 就在他打开门准备扑向拯救了自己的房东时 才发现这不过是房东骗他开门催租的伎俩 饱受房东冷嘲热讽的轰炸后 他再次站在了升套前 却没了刚才寻死的勇气 打算洗完澡再自杀 老崔是个职业杀手 他刚在昨夜完成了一单生意 眼见袖口上还染着血 于是决定去附近的澡堂洗血 他就这样和阿诚在澡堂相遇了 穷困潦倒的阿诚留意到了老崔金光闪闪的大名表 不禁感叹了一番 好巧不巧的 阿诚不小心掉出去的肥皂让老崔踩着了 他的头重重磕在地上昏了过去 既然都觉得要死了 阿诚犹然而生一个邪恶的念头 他偷偷把自己的钥匙换成了有钱大叔的 打开他的柜子 穿上他的衣服 挥霍他的钱财 让自己过一天有钱人的生活 阿诚把自己之前欠下的债都一一还清 还去见了心仪的女神 没想到还未告白 就直接收到了他下个月要结婚的消息 阿诚笑得比哭还难看 一天很快就过去了 阿诚打算把东西还给老崔 却发现他竟然因为那倒地一颗失忆了 因为老崔手上拿的是阿诚的钥匙 救护人员通过储物柜的东西 认定他就是阿诚 所以老崔也顺利成章地以为自己就是阿诚 是个连医药费都付不起的穷小子 他找救援队的小丽借了钱才得以回家 阿诚来到老崔家后 被眼前的豪宅震惊了 于是生出了纠战雀巢的心思 他在老崔的衣柜里发现了警察制服 所以推测他是个警察 一打开电视就看到了个做瑜伽的美女 正看得好好的 他忽然做出自杀的举动 吓得阿诚赶忙想报警 却发现他似乎只是不断地在模拟自杀 另一边的老崔为了找回自己的记忆 一点点摸索记录下自己的信息 虽然他已经失忆了 但身体本能的反应还在 每几下就能把一个大汉打得连连败退 连墙上的蜘蛛都能用刀叉直接叉死 于是他总结了自己的技能 会打架会用刀 一个人就算居住的环境改变了 习惯却很难改变 阿诚不是睡就是吃 把人家的豪宅糟蹋得又脏又乱 就在他想开一瓶红酒喝的时候 却不小心触碰到了这里的机关 门后是一间密室 里面摆放着许多武器监控摄像头 和不同人身份的证件 在这里的显示器和罗列的密文资料里 他看到了之前在电视上看到的瑜伽美女 资料显示这个女人叫阿珠 他向检察机关举报了一个基金会 新闻报道他带着存了重要证据的优盘失踪了 原来他没有失踪 而是早就被老崔找到且监视起来了 阿珠觉得这也不奇怪 毕竟老崔是个警察嘛 他这是在保护举报人 在小丽的引荐下 老崔在小丽妈妈开了小店打工 因为老崔刀工了得 能在任何食材上雕花 所以在小店干得风生水起 吸引了一大批顾客的光临 在家中的日历上 老崔看到了阿诚之前留下的行程 他就照着去了 没想到竟然是去影视城当群演 因为不适应演戏 他一直被骂一直被吵 老崔根据阿诚的资料表 找到了阿诚父亲的住址 本以为会是个感人的父子会面 不料听到的 却是阿诚父亲跟顾客 对儿子恨蝶不成刚的埋怨 老崔听得如坐针毡 羞愧地走了 也错过了知道自己不是阿诚的机会 因为阿诚父亲的那番话 老崔决定今后要成为有名的演员 依井还乡 为此他一直在训练体能 训练台词 终于在一次扮演打手的戏份中 他利落地伸手得到了导演的赏识 得到了更多戏份的他 大放异彩 失忆的正主不在 所以阿诚决定亲自上阵保护阿诸 因为他时不时就出现在阿诸面前 所以两人慢慢地熟络了起来 阿诚也利用一切工具 展开了撩妹行动 一天晚上 老崔家里的手机响了起来 对方提出要救上回委托的事 见面商讨 阿诚没办法 只能答应下来 赴约后他发现 坐在自己对面的人 竟然都是密室里资料上的坏人 这也才知道 他所认为的警察老崔 其实是杀手 监控阿诸不是为了保护他 而是为了杀害他 或许因为本身就是个冷面杀手 老崔在动作戏里虽然如鱼得水 但在爱情戏里发挥的惨不忍睹 于是他以练习恋爱戏为由 和小丽的感情逐渐升温 另一边的阿诚和阿诸 也正式走在了一起 这被反派团的人发现了 自己雇佣的杀手 和自己要杀的人谈恋爱 本身就是很荒唐的事情 反派团首领 气得想把那俩人一起解决 在一个雨夜里 老崔想起了自己当初杀人的回忆 也彻底想起了自己的身份 当他回到自己家后 发现了阿诚居住过的痕迹 也发现了阿诚 居然和自己的目标人物 勾搭在了一起 当阿诚看到早上门来的老崔时 马上抱着他的腿 让阿诸快跑 但阿诸和老崔接下来的交流 让他明白 原来老崔不仅仅是杀手那样简单 他虽然拥有杀手的身份 但不会真正出手杀人 而是要和被杀目标进行合作 上演一场杀人的戏 让雇佣他的人 以为被杀目标已经死亡 但其实已经用新的身份 开始了新的生活 之前阿诸模拟自杀的举动 也是为了准备那一天的到来 训练自己假死的演技 但现在因为阿诚的捣乱 对方很有可能会委托新的杀手 来追杀他们俩 于是他们三个人 必须合作一场戏 既然反派团要雇佣新的杀手 他们之前又没见过老崔的脸 那老崔就以杀手的身份 接下这个活 只要那俩人假死的够完美 就能逃过一些 恢复了记忆的老崔和小丽说了再见 但为了小丽不陷入危险中 他再心痛也只能狠心 不甘心的小丽跟踪老崔 去了要上演假死的仓库 他亲眼看到了阿诚和老崔对打了场面后 情急之下冲了出去 虽然事发突然 但在老崔的随机应变下 还是让反派团的人相信了他们一心全面 虽然老崔恢复了自己的身份 但他延续着之前的经历 成为了一名演员 和小丽一家过着平静快乐的日子 阿诚也延续了之前的梦想 成为了老崔戏里的配角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 他也会和老崔一样成为小有名气的演员 最终一锦还乡 本篇来自喜剧片幸运钥匙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木卫说电影每天陪伴你 我是木卫 咱们下期再见